Hello大家好我是Lucy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我非常爱用的包包 因为其实我有之前买过很多后悔的包 或者是买过一些我最近都很久时间没有 或者是很久没有用过的包包呢 我就不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了 因为我觉得一个是我自己没有 现在没有很喜欢的 所以也没有很大的热情想要去分享 还有一个原因呢 是因为我觉得这些包包可能是有一些是过时了 或者是现在已经很难买到的一些包包呢 我觉得呢可能没有太多的参考价值 那今天的这些包包呢 都是我最近平时用的比较频繁的 并且呢也是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些包包 有一些包呢已经买来有一些年了 那有一些呢是近期买的 但是这些包包呢都是我非常喜欢 并且我觉得就是之后几年也会经常使用的一些包包 那分享给大家 如果刚好你也有在考虑这些包包的话呢 也希望给你一些参考价值 那如果你也感兴趣今天的话题的话呢 就请继续往下看吧 第一个给大家分享的包包呢 就是我手上的这个Dior Saddle Bag 之前呢我有个开箱视频 是介绍这个包包的 它呢是一个mini size 然后是我最近刚刚买的一个包 它的size其实非常的小啊 就是感觉跟我的比我的手稍微大一点 它的容量呢就不是非常的大 所以就不能算是一个非常能装货的包包 可是它的造型就能非常的独特 应该是我买的第一个这种独特造型的包包 选择它这个颜色呢是因为就是现在夏天到了嘛 然后我觉得选这个白色其实是蛮好搭配衣服的 原先呢其实我买的是一个肩带是绿色的 后来我觉得看完那个视频之后 我觉得好像还是蓝色比较好看 所以我马上又去店里面跟Sales换了这个蓝色的肩带 把绿色的那个带换掉了 蓝色的话呢我觉得还是比较百搭一点吧 这种藏蓝色的 这个包应该是近期使用频率还比较高的一个包 就是出门的话呢都会想要带 基本上里面放的东西就是像手机口红 钥匙镜子 基本上需要钱包啦当然还有钱包 就基本上这些最基本的东西都能放 但是再多的话就放不下去了 可是它主要好看的原因呢也是因为它这个造型非常独特嘛 因为它这个saddle bag其实还有非常多其他的颜色 如果当时没有买这只白色的包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再买一只 这个Dior的saddle bag 马银包的话呢 我可能会选老花那款中号的 就不用买这个肩带了 那个中号的话我觉得非常的优雅 单肩杯其实非常非常的好看 那接下来呢也是一个Dior的包包 就是这个 这个叫做mini Dior吧 它是四种三个格子 所以它其实非常的小 这个mini Dior其实非常的可爱 再加上我从镜头上都可以看到 它这个外面bling bling的就非常好看 其实我用这只包的频率呢 相对于其他包来说会少一点 因为我觉得它更加适合当一个晚宴包 或者是去party参加聚会的时候用 因为它是这种绸缎面料的嘛 再加上它上面的这个水晶的话呢 就非常的闪闪亮亮的感觉 特别是在晚上的时候看就非常的好看 它是这种三个格子 我觉得这种mini的非常的就是可爱 然后非常的优雅的一种感觉 我自己就非常喜欢这个包 这种绸缎面料的 我觉得也没有非常难打理吧 因为毕竟你用这个包的时候 肯定是不是去工作 也不是去干活嘛 你用这个包的时候肯定都是去 比方说约会啊 去party的时候 你也不会去做一些很利器活 所以也不会让它脏到哪里去 或者是磨损到哪里去 那它里面呢 是有配这样子的一个肩带的 如果去聚会 我就会直接这样拎了 那如果是白天你想背这个包 或者是你想稍微休闲一点呢 你就可以用它这个肩带 这个肩带呢 这边也是可以调节长度的 所以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身高 体型来调节长度 斜胯这个包呢 就会让它更加的休闲一些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 白天来背这个包包 也是可以斜胯 我觉得还是蛮好看 它这个肩带呢 也是用这种绸缎面料做 它的绸缎就是摸起来非常的柔软 我觉得质量还蛮好的 它的容量也是OK的 就基本上出门要用的东西 都可以放进去 然后它这边有一个这种 像小盖子一样的东西 你东西放进去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盖子这样子塞进去 单看这个包包就已经非常好看了 就算你是穿一身的黑裙呢 再配这个包包就会非常的好看 我还是很喜欢这个包包的 再加上它黑色嘛 所以它还是比较百搭的 那接下来呢是这个 Bugari的舌头包吧 这个包其实买来已经有七八年了 真的蛮久的 Bugari的这个舌头还是比较经典嘛 其实这个包呢又可以当晚宴包 也可以平时休闲来搭配 然后夏天背起来也是非常好看 耐磨损怎么这样子刮都没有关系 然后这里是它的这样舌头 它这个链条呢 我觉得也是挺好看的 容量的话我觉得 嗯没有非常的大 但基本上你带这个包的时候 肯定不会放很多东西嘛 也算是一个小包吧 它里面有一个这个附送的镜子 我这个包其实夏天用的比较平凡的 因为夏天配这个亮色还蛮好看的 平时生活中或者聚会 都是可以来用的 因为它这个美红色再加上它的这个特殊皮质 还有这个鲸条的搭配呢 我都觉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包包 因为买来这么多年了 最近还是很喜欢的一个包包 说到小包呢 这边其实还有一个更小的包包 是这个Gucci的这个好像是什么 超级mini九神包吧 它这里好像也是一个 这个是什么动物的形状 然后上面呢 这里是亮亮的这样子的一个鲸 我觉得还挺特别的 它这个包真的是我所有包里面最小最小的包 但是它非常的可爱 买它纯粹就是因为它可爱 真的不是买来装东西的 因为它这里面真的放不下任何东西 可能手机都放不下 最多就放几只口红 一个钥匙就这样子 可能你其他东西都要放在你自己身上的那种 出去的时候你也可以这样拿在手上 还蛮好看的 那我呢平时其实用它这个链条用的牌是比较多的 这个链条呢 因为它这个链条比较长嘛 所以的话呢我会把它这样子在里面 绕一圈 然后呢它就会变得比较短一点 短一点之后就对我这个身材来说呢 这个长度才是刚刚好的 我再用在身上 基本上是在腰的这个位置 有一些人呢也是把它当作一个腰包的 因为它这里面的这一根链子呢 你其实是可以去把它拿下来的 所以拿下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它残在这个腰间的地方 就感觉像是一个一种腰包的感觉 但也是比较流行小包嘛 所以这个小包呢我觉得非常可爱 然后它的皮质是这种鸡绒皮的感觉 所以呢也 我觉得在小包上就是刚刚好 如果这个是一种比较大的包 然后全部都是鸡绒的话 我觉得可能就没有它这个小包这么可爱的这个效果了 它这个颜色真的太好看了 所以这个包呢还到现在买来已经有几年了吧 但是还是很喜欢它 因为它这个颜色还有它这个材质 我觉得像夏天如果你的衣服是比较复杂蓬送 你就可以配一个这种很简单很迷你的包 就蛮好看的 流浪包了 流浪包呢其实我买来是去年买的吧 它的容量比刚刚那些小包都还要大 它里面其实可以放的东西还挺多的 因为这个形状可以放的东西还挺多的 然后它下面是这种硬硬的壳子嘛 它这个包最特别的点呢是它的这根链子 这个链子这么长 所以如果是像普通人这样背的话呢 它真的已经到我的大腿上了 链条这样合起来背 或者呢你可以这样子 交叉的背 然后呢也可以把它当成书包 反正就是有很多不同种的背反 就可以背着换着背着玩 这款流浪包我最近看到它最新款是一个特殊 好像是仿照的特殊皮质吧 然后我会把照片放在旁边 那款吧我觉得如果我没有买这款 我可能现在会去买那款 因为那款真的看起来非常的酷霸气的感觉 就是那个包价格好像比这个会再贵一点点 但是它的那个因为它的那个皮质的感觉 看起来好像真的是很贵的样子 就是看起来是一只很贵的包包 所以呢那个包包我也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我觉得它这个链条的这个链子做的也很好看 因为就是这种比较大的链子嘛 找拉链的时候还挺方便的 所以这个包包呢我觉得买的还是比较满意 最近用的也是非常多的 它这个皮质的话有一点做旧的感觉 所以还是比较耐磨的 那说到小耐瘦呢 当然不能忘了这个最经典的CF 那我这个包呢真的是历史悠久了 买来可能已经有 我真的都忘了 可能有十几年了吧 这个包包呢它是我买的第二个Chanel 然后应该是我用的频率最多最多最多的一个包包 它这个皮质真的非常非常耐磨或者耐用 就是我用它的频率非常多 然后呢也是不太怎么去就是护理它的 不管它就可能随便乱放 但它这个皮真的是十年如一日 非常非常的好 还是挺新的吧我觉得看起来 它这个形状的包还有这个大小的包 应该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size 那这个链条的长度呢 我觉得跟我的身高来说还是刚刚好的 可以单拎或者是你把这两个链条这样子 合起来呢就可以双肩背 其实有些时候呢我也会这样子侧背 侧背它呢长度也是刚刚好的 所以这个包真的是我自己非常非常有感情的一个包包 所有爱包的女生都会有一只包包 如果你是今天是刚刚想要入手第一只Chanel的话呢 我非常非常非常推荐这个包包 它这一款应该不是它最经典的那个型号 最经典的那个是这边的logo还有链条都不太一样 那款其实也蛮好看 这款也是蛮好看的 两个选择看你会比较喜欢哪一个 但我当时呢我就是买的是这一款 这款就会更加一种年轻的感觉 那一款的话会比较复古吧 就算是最近没有怎么用 我也是会一直留着的一个包包 因为对我来说这个包包还是蛮多回忆的 包括现在拿出来看的话呢 我觉得也还是比较好看的 包括这种小钱包式的Chanel的包包 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入手一个 因为这种包型这种颜色的话 是永远都不会就是过时的 平时也非常好看 因为你买很多包 其实当时非常流行 可能过几年你就不喜欢了 或者看起来就不适合你了的话呢 适合自己的话其实也是挺浪费 但是买这种经典的包包 不管过多少年都会非常的合适 这个包包里面呢 它是像一个钱包一样的 就是可以放卡呀 放很多东西 这里呢还有一个这个小小的拉链 里面也是可以放东西的 所以其实它这个包小 但是挺能装的 唯一有一个点呢 是它这个扣子 我觉得用久了之后会 再加上你东西放多了 会变得比较松 但是好像是可以换的 那这个链条呢跟刚刚一样 单背它的链条就是有点太长了 我会这样子在里面绕两圈 是不是你们也是这样子的 就这样绕两圈以后呢 我觉得我这个身材这样子 斜块的背呢是刚刚好的 所以就是如果你现在是刚入手 小纳包包 就非常推荐这种基础款的黑色啊 肯定是不会过时的 然后也是非常值得投资一个的 那接下来这个包包呢 其实跟小纳的那个CF的大小是差不多的 我又比过一下 它们两个的大小几乎是 好像BV这个要稍微大一点点 但几乎是差不多的 但重量的话呢 BV这个会 好像也差不太多 它们两个就是一个 很类似的包型吧 就我刚刚说过 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包型的 因为我觉得一个是它挺能装的 另外一个呢 它就是不会太大 也不会太小 BV的这个编织包呢 我觉得就非常适合 上班族来日常通勤 因为它比较低调嘛 但同时又非常有质感 所以我觉得比较适合上班族通勤 然后平时日常生活中 也是比较日常的一个包包吧 然后背上它的感觉呢 就会让你比较的 就是淑女 然后有气质 那当然它这个编织包 是这种皮质的嘛 非常的柔软 所以它可以装的东西非常的多 所以就是为什么 如果你是上班通勤呢 就非常推荐这个包包 Goya的Tote 我买的这个颜色呢 它是这个那种深蓝色吧 好像有一种茄子还是蓝色 这种navy的感觉 然后它的size呢是medium 这样看起来好像还挺大的 但是我觉得我背的话呢 也没有觉得它特别的大 因为这种包包你买来的话呢 就是要用来装东西嘛 也不用买太小 因为你买它的原因呢 就是未来要来装东西 所以我觉得大一点呢 还是挺合适的 我买了已经有三四年了吧 所以好像有一点塌塌的 不过这种包本来就是 感觉没有什么造型的 它里面还有送一个这种小袋子 这个小袋子呢 也可以就是放一些卡呀 或小东西 我觉得还是比较方便的 这个包呢 就是非常非常的能装 如果你是上班主 学生主 妈妈包 各种人士都可以用来装东西的 一个包包 因为它不仅非常有质感 非常轻 它也非常能装 同时呢 你背出去的话 这个包其实也是蛮好看的 也是蛮百搭的 那它有很多其他颜色 我觉得绿色也很好看 这个颜色我也非常喜欢 这个颜色比绿色来说 绿色会更加跳 但这个颜色我觉得 还是比较百搭的一个颜色 它真的很轻很轻 如果把东西拿出来的话 可能就感觉不到它重量 所以是非常适合 就比方说你需要装东西出门啊 然后其实我平时坐飞机 我也是用这个包用的很多 因为坐飞机 你里面可以放一些毯子啊 然后放一些有都没的东西 你就可以全部都塞进去 然后又很轻 真正需要装货的时候 就会特别考虑这个包的使用度 一些非常好看 但是很重的包包 那坐飞机肯定就不会用 因为很重嘛 你就本来就赶时间 对吧 这个包呢 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 入手的一个包包 那最后的包包呢 就是我手上的这个 爱马仕的凯利 它的size应该是28 很喜欢这个包的颜色 因为它是这种美红色的嘛 非常显得比较有国力 比较年轻的感觉 然后夏天背也很好看 这个包的size是刚刚好 因为其实再大一点的话 就会更加的 FOMO一点 比较正式一点 那这个包的大小 正常出门背这个包呢 也不会觉得太大 然后呢 我一般比较喜欢的 就是把这个扣子这样子 松在旁边 我觉得会比它整个扣颈 看起来会更好看一点 因为最近还是小包当道嘛 就是感觉小包还是比较好 但这个size我觉得勉强OK 就是你出去旅游 或者是出去逛街 背这个包也不会觉得太奇怪 它这个颜色 这个美红色 会比较年轻有活力嘛 所以也不会非常非常过于正式 搭配一些正式 或者休闲的衣服呢 都还蛮好看的 它的这个容量 当然就不用说了 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大 就是基本上 除了日常需要用的东西 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装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能装的一个包包 如果之后大包流行再回来的话呢 这个应该会用的更频繁 其实它也不能算是一个非常大的包 算是一个中的size的包 比较特别的一点呢 是它有这个肩带 我觉得是比working的话呢 再多样性一点 把这个肩带绑起来呢 其实你还有不同的背法 你斜筷着背这个包呢 也是蛮好看的 或者你也可以单肩背 就是会比较休闲 好啦 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今天的内容呢 有帮助到正在考虑入手包包的你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